大家如果有介紹這些難言不明的難言的話 大家大概也就知道有這回事就好 就是跟大家報告一些習慣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我們今天的兒子的時候講 那今天是由一大一夜的新陳代謝科技師高一希 那高一希是中山醫學大學畢業的 蠻年輕的 那他畢業以後就在台大醫院 從志位醫師到總醫師 到那個堅任指示醫師都在台大醫院訓練的 那一大幾人 四人 一大有四人 那我們今天非常歡迎他的來為我們做演講 大家來多啥歡迎 謝謝大家 盧理市長 然後王月長 各位先敬大家午安 不好意思我剛好有一點點感冒 所以聲音稍微有點點傻癢 那今天來講這個 topic 因為我知道現在大家很多糖量病的新藥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新藥 可能在場合很多場合大概都有聽過 包括BB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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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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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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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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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像说我们的DM跟ABCD GO 介绍糖尿病的药物之前 我们可能还是要知道糖尿病的基转 那在使用药物上面 其实比较不会有一些太大的问题跟困扰 糖尿病的话 我们大概常都会听到我们的Defrenzo 一些我们学生时代听到糖尿病的基转 大概就是insured resistance 造成肝脏啊 或者是肌肉利用糖分的问题 后来我们大概知道说 ABCD就会慢慢变差 可是Defrenzo告诉我们 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些问题哦 包含我们incredient effect出现问题也会产生 所以会有所谓SGLT、SGLP1 还有我们所谓的DPP4以及Deter 那另外ABCD GUCAGO 也是在我们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方面 那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Renol Renol glucose absorption 对血糖有没有影响? 有 所以我们的SGLT2 就是针对肾脏对糖分的吸收 所造成所产生的新的药物 那Renol transmitter的dysfunction 对血糖是不是有影响? 有 我们以前在治疗Bolatin 弄毛的病人用的Bolmocritin这些药物 对病人的血糖还是会受到一些些控制 可见Renol transmitter的dysfunction 在糖尿病的人血糖方面 应该还是扮演这一部分的角色 那糖尿病的病史跟Natural history 其实我们应该非常记住 我们以前大家都会被教育说 insured resistance 然后之后病人的insured function 是一些overaction 再慢慢缺乏 所以糖尿病时间久了 病人的insured risk很高之外 他的insured and ulcer其实是差的 那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个点 因为我们现在手上越来越多病人 是pre-DM的病人 其实还没进展到糖尿病 那pre-DM的病人 它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macro-vascular complication 大血管的病便已经出现了 所以已经有可能会产生心肌梗塞跟中风 这些问题存在 所以在pre-DM的病人 你不是只有控制他的血糖 也要去注意他的血压跟lipid的这些问题 因为他的大血管病面 其实很多已经在糖尿病 血糖出现问题之前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这几年我们大概知道 incruity出现之后 我们知道incruity action 在糖尿病病人 其实也扮演一部分的角色 所以才会有这些新的药物的进展 那我们以前在说 刚刚有提到 不管是pre-DM或DM的病人 我们大家都会提到几个go 包括ABC的go 那我们这里面 我会多加一个项目是D 什么是D 我后面会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A是HB217 这大家耳熟能详 B是pre-pre-dM 我刚刚有提到 pre-DM的病人虽然血糖 还不需要到治疗 要饮食跟运动控制 可是血压跟cholesterol这部分 可能大家还是要特别 帮这群病人去注意 第一 这个部分 大家会今天我们的主要的重点求猜 就是drug compliance 对病人到底重不重要 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 最近小朋友在学ABCD 所以我的小朋友看到A 大概会很快就会联想说Apple 我们在教小朋友的字卡 大家就教这个 但是对糖尿病的意思 可能A就不会联想到Apple 是要联想到HB217 你的病人HB217达标了没 那对Apple的苹果迷可能就不是了 他A可能会想到Apple 可是他不会想到是这个 他会想到iPhone6 所以就会去排队 所以每个人对A的定义不一样 他的想法也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教育我们 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都会跟他说 你达标了吗 我们的标是多少 你有没有达到7了 711的7 如果你达标了 就表示你最近的血糖控制是不错的 这样他也很简单 也很显的一懂 他也可以跟你一起达到这个目标 他如果不知道这个目标值是多少 他不会努力 就只有你在努力 通常就越来越失控 那刚刚有讲B嘛 B Baby嘛 可是我们大概就是要讲Blob pressure 血压 血压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非常重要 当然不同的概念 有不同的血压的标准 但是NZF大概告诉我们 至少要在148指 但是并不是指说 你已经控制到138指了 你就把药定下来 没有 已经控制得不错 但是他没有一些Dismis Also Hypertension 比较严重的一些 低血压的一些症状 你不需要剪药 如果我们还没达到目标 不用太严格 万一他出现一些Also Hypertension 或甚至会跌倒 尤其是老人家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那C呢 我小朋友 我教他大概就跟他说 欸杯子蛋糕 可是我们应该不是这个想法 我们就是想 Colesterol 血脂 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HDR的Go 还有好的胆固醇 还有不好的胆固醇跟TG 都要达标 所以LDL 包括我们这些鞋子 Galine也放宽了 超过有糖尿病的病人 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超过100以上就可以用药 所以这个很好 你就可以知道 也很好 可以跟你的病人说明 第一呢 Dragon 但对我们而言 最大的困扰是病人的Dragon Complice 我们看药给他 有没有想过问一下病人说 你再住多少 我以前刚来的时候 我遇到第一年过年 因为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放假 但放假有时候就休前休后 因为我们医师过年之后还是会出来 这时候就要约病人回来 那你就要问他说 因为都是开三个月联储 那你就要问他说 你还有存药吗 这时候就很妙了 很多病人跟你说 有有有 我存很多 你会想说 我大家 我不是说 你怎么有存 这时候就知道 可能病人Dragon Complice 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偶尔还是要问一下病人 你约要存多少 如果他约要存很多 可见他药物真的没有好好吃的 机会比较多 那不过我们也要反向思考 是不是我们开给他的药物太多了 多到他有这么一大把药 所以他只好选择他想吃的 其他的他就不想吃了 因为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好好帮他调整一下药物 让他的药物简单的话 只剩下几颗 他也比较 比较不会忘记说 我是不是今天忘记吃药 因为就那几颗药 有没有吃会比较记得 那如果是这么一大把的药 我想要教你记得也很困难 所以Dragon Complice 非常重要 我们大家希望说 是提醒他 不要用棒子去提醒他 我们医病关系就会变差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糖尿病有一个ABCD A就A1C B就血压 C Cholesterol D就是Drug Complice A我们还是会提到一点点 为什么HBA1C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牵涉到你要怎么跟病人沟通 我们临床上会面临病人 常常会问我们说 哎哟 先生 我破糖尿病关一条 那会怎样 都没不舒服 你可能开了一个药给他 他开始低血糖 Papitation 心悸不舒服 他就会跟你抱怨说 你开这些什么药都没好 害我很不舒服 我之前没吃你的药 别人都很好 到处洗来洗去 所以你要告诉他血糖不好 会造成什么问题 再来血糖治疗好 可以带给他什么好处 他才会认真去证视血糖这个问题 那我们是讲evident based 所以我们就跟他说 你的糖化血色素降低 可以避免你产生包括眼睛病变 然后四网膜的病变 神经的病变 再来可以避免产生心肌肝塞 还有甚至可以减少你的死亡率 很难过啦 那病人比较会听得懂 这不会很难理解 所以大型的TRI都告诉我们 UKBTS告诉我们 好好控制病人的血糖 可以看到这么这么多的好处 你要告诉他 他才会知道 不然的话他会觉得你好像 开了药反而让他不舒服 GI Opset 或者是低血糖 他看不到这些好处 你要告诉他 他才会知道 B Brow plagio 血压 Avolent based告诉我们 降量 MHG可以降低CBD的mortarity 所以口号控制血压 也是可以降低包括 心血管的死亡率 Colary event 还有Cerebral Vascular event 还有Renol event 还有I event 所以要让病人知道说 他在控制这些血压血糖 他可以带到得到什么好处 他才会觉得说 这是一线值得投资 值得关心的事情 那C呢 血脂胆固醇一样 降一person可以降低一person的CV CHD的risk 所以降低HBLIC 可以降低CV Related Desk 2.9 然后4MHG可以降12.5 降1M more 可以降8.2person 所以我们要告诉病人 为什么我们要控制你的血压 血糖跟血脂 是为了避免你产生一些心血管的 并发症造成死亡率 所以会带来这些好处 他们才会有继续用药 跟药物的顺从性 那2014ADA的钙奈 当然告诉我们A啊 A的够是多少 7.0 那我们AC的钙奈 告诉我们6.5 那血压的钙奈 当然随着不同的钙奈 也会去修正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说 诶 范围大部分都在这个范围内 那能够比较低 并不需要欢药 但是要注意 病人有没有一些 Also Hypertension 或者是不是低血压的一些症状 如果有就要特别注意 那要达到这些目标 解不简单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即便是美国 他也大概只有52%的人 可以达到我们的HPA1C的goal 所以不过他们还有一半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看 我们台湾有没有到一半 那在血压 他们也是一半左右 可以达到我们的goal 胆固损LDL也是一半 现在学质要很进步 所以要达标 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台湾呢 其实你看HPA1C达标 只有三成 有34%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血压大概也只有三成多 我刚刚有说过 靴子是最容易达标 因为现在很强的靴子要大概都有 所以大家概念也比较有 所以要达标 机会也比较高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会比较容易达标 因为它只有一颗药 没有没有想过 那血压药 我们有没有好多种血压药 很多病人都要吃到非常多的血压药 血糖药更多 所以要达标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AVC都要达到更难了 可能不到10% 2002、2006、2011年的调查 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都有进步 所以其实是不错的 医院的评件标准每年都进步 应该就是一个好的标准 因为最近要这一期 所以都要看一些有的没有的报表 那来讲 大家稍微比较陌生一点点的东西 叫做drug compliance drug compliance 对病人的血糖控制 到底重不重要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说我们开立的是一个 once daily dose 跟trice daily 跟suitize daily的药 你可以发现 你开立的越复杂 病人的顺从性 就会越差 所以复方药的顺从性会比单方药的顺从性还高 这个可想而知 如果我今天开早晚的药给你 你的晚上都会想 我该吃得早要的好啊 不然就是早上吃一只就忘记吃晚上了 那如果你只吃一颗药 相对你会忘记的机会就比较少一点点 那提升drug compliance 跟降低HB1C 有没有帮忙 有哦 如果你提升10%的drug compliance 可有效的降低HB1C 0.1哦 所以让病人好好规律顺从吃药 对病人的血糖其实是有帮忙的 那也一样他可以降低 all cost mortality 跟hospitalization 所以药物的comprise 对病人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我们医师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第二个部分就会讲说 为什么好好控制血糖非常重要 有什么样的evidence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说比CCT告诉我们 HB1C跟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是相关性的 那UKPDS也告诉我们 他是做trial也告诉我们 你降低HB1C 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死亡率 还有小血管的并发症 所以降HB1C是有evidence 告诉我们不错的 那UKPDS有一个名词叫legance effect 就是遗产效应 因为后面有好多个study 包括Accord的study 这些study都告诉我们 你血糖控制太严格 病人的死亡率没有这样低 有一些甚至是造成他的风险伤身 因为造成他低血糖 这时候病人就会剪报纸来告诉我们 诶神星我今天开心我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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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都还是会降低 所以这是有evidence base 所以当病人拿到简报来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要拿另外一个简报告诉他 诶不对 那我们大概知道了 随着不同的概念不一样 当然对HB1C跟饭前血糖跟饭后血糖的要求跟标准都不太一样 但我常常病人都会问我 诶 医生我糖化血色素7 我就好了 我感觉是凶油了 诶不是哦 我们会告诉他 因为年轻的人 我的标准不会设在7 会设在更低 但是前提都是不能低血糖 相反的 年纪很大了 一些常常因为一些其他的病发症 或者是因为一些心血管的问题 或者是他低血糖 他已经不会有感觉他不舒服 会造成很严重的hypocaxemia 或者是甚至像是cancer病人 你HB1C有需要设到7吗 不用哦 你甚至8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觉得不同的人 要订定不同的标准 但是你不可以很年轻的人 跟他说你7就好啊 甚至没有7就看到8 你也讲他说买了买了 你这不错有吃油了就好 那大概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们台湾要达到 这样的标准其实没有那么高 没有达到 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是可以再努力 那糖尿病的病人 到底要怎么样去控制他的血糖 我刚刚有讲过嘛 大部分的type 2 DM都是 insured deficiency 加insured resistance 所以人工使用的药物 我们刚刚有想到可能 insured 常出insured sequestration 就是safiurin的药物 降低 我们的insured resistance 就没蜂蜜 那其他包括ingreding effect 就是dpp41的或者是GLP1 所以针对不同的病人 血液不同的药物 去控制他的血糖 那我们知道说 常常有病人告诉我 是不是dai control就好了 这不行 我们来知道dai control之后 HB1C还是会再上升 所以不是说dai不重要 但是你要告诉病人 饮食跟运动是基本功 一定要加上药物 所以很多病人都会来说 我不用了 我还要吃药 我还要稳动 吃气的好 你要告诉他 这样是没有用的 而且这样是不好的 那209UK NAS的guidline 在DM的病人 我们大概知道第一线 如果病人没有什么 mephomine的contract indication 我们大部分都会用mephomine 因为mephomine它的基转 就是将deinsulin resistant 再来这个药物也便宜有效 那mephomine的contract indication 那是OH 还有固定力不好 这病人没有办法使用 那第二线的药物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就我们的学会 也会写很多都可以用 那不过 国外的甘类它写说 比较常用到的 大概就是safiure的药物 然后再来第三线 当然很多的药物 都可以当第三线的药物 那2009ATA跟ES的第二盖 也是说mephomine之后 会加safiure 但是2013跟我们 比较新的盖来 大家都告诉我们 mephomine之后 你要加谁都可以 但是你要考量到 比如说你们这家医院 有没有所谓的肿额吗 如果肿额 如果肿额 你开一个铁 整个孔的 应该一天到 都会去喝咖啡 如果说没有肿额 那还有其他的考量 再来就是病人 会不会年纪太大 会不会低血糖 这些都是你要考量的一些重点 这就是我们的2012 ADA ESD的概念 告诉我 什么都可以用 但是你要去看 病人的HB1C 还有他会不会低血糖 还有你会不会让他体重增加 还有他有没有 HB1C 再来大家可能就要考虑的 如果肿额要考虑cost 价格可能就是你的考量点之一 所以我想 如果我会用 mephomine加taphine 因为要知道说 它是一个 Efficacy其实非常非常强 就是降血糖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相对他要凑出一点点 他一家就是 体重会增加 那还有要注意他有没有低血糖 不过他的价格 相对是比较便宜一点点的 ITF也是每封病之后 其实很多药都可以当第二线 但我们比较常用的药物是哪些 那我们临床上常常遇到的经验是这样 病人血糖很高 他就来告诉你我不要用药 我要饮食控制跟运动 接下来一点点 用马上就上来 那我就给他一个口服药单用 然后再慢慢谈吹吹吹 所以其实会发现 诶 这样子的使用药物 包括医生跟病人 这样的习惯下去 你有发现HB1C 几乎都不在期以下 所以很早的介入 就让病人用Combination Therapy 他的HB1C 会很快的达到标准 很快到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 就不会慢慢拖 几乎都没有在我们HB1C的构里面 我刚刚有提到嘛 我们有很多药物啊 包括医学炎GRP1 BB4 还有我们的TDD 还有我们的Akabos 这些药物 都是针对不同的糖尿病的基转 的不同的药物 没有什么药 一定要使用在什么样的病人身上 但是你要去考量说 你今天的考量点是什么 还有这个病人来的状况 他的年纪来考量说 你要使用什么样的药物 不过我们大概知道 比较强的药物 叫HB1C 效果比较好 大概就是 美封命跟三百余人的药物 insulin当然不用说啦 可以降得很好 但是 打针病人就 会要花一点点时间跟他沟通 但其实美封命跟三百余人 大概都可以降到两人 其他的药物 不管再怎么新的药物 大概心里有一个概念 HB1C大概就这样 降B左右而已 所以不要想说 你可以单用一个或两个药物 就很好的控制血糖 如果血糖控制还不下 就应该要再往上UP台 就会血上去 那 我们可以知道说 诶 为什么我们会考量那么多 当然我们最大的考量是 如果是我们 我们一般的考量最大的 就是他有没有达到HB1C的 够 那 其他医师的考量点 就会不太一样 好 不过我觉得大概 大同小异 我觉得大概就是说 我们使用一个药物 大概就是要考虑说 诶病人今天服用这个药物 他的工作形态 他去服用这个药物 他顺从性高不高 他会不会觉得不方便性 如果说他不 你帮他考量到他的不方便性 他对你的药物的顺从性 就会增高 那如果你只是觉得 我只是开药给你 不用加那是你的事 那他永远常常就会控制不好 他就会常常 这颗药也没事 那颗药也没事 那 我们